眼前这个凶神恶煞的恶棍 一把揪住奴隶的头发 一边狠狠地猛击奴隶的头部 这一幕让围观的人群都不忍直视 面对奴隶的求饶 恶棍并没有打算停手 就在他再次挥出重拳时 一个酒坛砸中了恶棍的头部 定过神之后的恶棍恶狠狠地看向人群 他大声嘶吼 是谁胆敢攻击自己 众人无不是被吓得连连摇头 恶棍相似发现了袭击之人 只见他怒气冲冲地冲向人群 三番一人随后抓起罪汉 狠狠地朝着一旁的物体撞去 接着他拿起一个酒坛 不断地倒向罪汉 就在他大声欢呼之时 一只手穿过酒坛 直击恶棍咽喉处 这拿捏的手法 卡在恶棍的呼吸之处 让他惨叫不止 只见罪汉抬起头 那星红的眼神充满了杀气 而眼前这个恶棍 就是当初把提安扔下泥潭与鳄鱼搏斗之人 随后提安食指勾住恶棍的腮帮 然后再用力一挥 恶棍被重重地砸向酒坛之中 面对提安这样一个站都站不稳的酒滚 罗罗们感觉有信心拿下 面对被人从背后给抱住 提安弯腰使出一记漂亮的背摔 随后再接上一记肘击 对接二连三的罗罗 延帝使用腿弓就将来人击败 被击中腿关节的罗罗 当即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而这时 恼羞成怒的恶棍再次来袭 只是他这一脚踩了个空 随后被提安的肘肌 狠狠地击中了心脏部位 提安八拉开死于一般的恶棍 随后站起身来 这时 人群再次冲出几个汉子 就在他们要出手时 被提安大喝一声给吓退 汉子们也是要面子的 如此难堪 怎么也要靠拳头赚回面子 提安伶俐且凶狠的招式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随后再次使出肘肌 粗壮的汉子被当即击倒在地 挨打的汉子比较耐打 虽说打不过提安 但也没有半分求饶之意 此时已经被提安迅猛攻势 打得半晕的他 再次迎来提安猛烈的一击 提安原地起跳 接着膝盖重重地 撞击在汉子的下巴处 汉子直接原地起飞一般 砸向一旁的开水锅中 半死不活的汉子 瞬间又充满了活力一般 原地不停地扭摆着身子 似乎在说 啊烫烫烫烫烫死我了 接着 面对恶棍的求饶 提安怎么可能会心软 当他下令让手下 把恶棍拿去喂鳄鱼时 这让恶棍不禁想起 当初被自己扔进泥潭 与鳄鱼搏斗的男孩 这就是中什么恶鹰 接什么恶果的下场 面对那些弱小无助的奴隶 于是让人全部释放 奴隶感激地当即下跪不停地败谢